Hello,大家好,我是賴凡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五分钟聊健康 今天我想和你聊聊苏丹红 我知道这个新闻已经烧完了 但是我还想跟你们聊一聊这个事件最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业者要多花钱买这样的东西来加进食品里面呢 他们是钱多吗?他们是太闲了吗? 还是他们觉得这才是消费者要的 你和我对食物的一个概念很可能是这个事件背后的推手 我们赶紧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苏丹红最让人担心的事情是 就是它不是天然的,它是合成的物质 也就是它是用化学原料以及化学方式去制成的物质 它在动物实验上的结果是致碍物 因为这种人工合成的东西吃进去你的身体 它不认得呀 苏丹红带来的食安风暴很久很久以前在欧美就已经发生过了 印度进口的辣椒粉验出来 有苏丹红引起各国翻新规定禁用这类合成化学色素 于食品加工中 之后也因为它在食品中太常被添加了 所以出现了各种检验它的科技 是说连棕旅游里面都有苏丹红是怎样 印度对药物和化学添加剂的使用态度是非常松散的 所以天天自然以往进口闺蜜时光的头发增色剂 会反反复复的检验再检验 这也是为什么市售标榜天然染发剂里会有这么多 还是有含药的增色剂 我给你们个小tips 如果你的增色剂是说一步就可以染成黑色的 那肯定是有加药 那你会问有没有天然的色素可以用呢 有啊 比如说叶绿素 焦糖 尔纳多 尔尼托常用于起司制作 胡萝卜素 姜黄素 辣椒红素等等 可是我跟你说 你真正该问的问题应该是 好好的食物为什么要加色素呢 我当初开始研究食品是因为 买来的冷冻鲑鱼摆在桌上化冻 等化冻结束的时候 它竟然变成了白色的 下面流了一滩橘色的水哦 原来鲑鱼不吃绿色植物改吃玉米 并不会有天然的燕橘色 卖相不好 所以就给饲料里下了胡萝卜色素 我记得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那个气氛是从脚底一直伸到胸口 我只是一个想给家人一点营养食物的妈妈 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 这样乱搞天然食物的 现在就更过瘾了 后来法规通过鲑鱼可以直接在鱼肉上上色咯 供应商可以把色票拿出来给你选耶 让消费者完全分不清哪一种是养殖的 哪种是野生的 他就好像我们问好好的食物 有它天然的味道 为什么要加合成胃精呢 很多人跟我说 它这样便宜好吃啊 因为有胃精 我们就不用致力改善食物养殖时候的环境 更不用在加工的时候 尽力保留食物的营养 最后加胃精影响你的神经 大家就以为它可以吃到营养啦 所以味精也称神经毒素嘛 除此之外还有好多例子 2018年被禁止使用不完全氢化油脂 这个氢化制成在台湾被禁用 但是不表示食品工厂不能用胶脂化合技术 或者是冷冻粘合技术制成植物奶油 你们要知道植物油本来是液态状的 它要变成固态状的 其实是要有很多很多加工操弄这个奶油啊 所以呢 在这一波奶油大幅上涨后 很多烘焙店都把蒸奶油换掉了 换成这种植物油去制成的烘焙奶油啊 我们也叫做人造奶油或是酥油啊 但是这些植物油做的奶油 没有蒸奶油的香味和颜色啊 那还不简单 那就加色素和香精就好了嘛 天然的太贵那就加合成的去调和就好了嘛 David就是我先生 他是个极度热爱食物的人 他有一整间房间的天然调味料 这个房间有一个窗户 David从好诗多买到的红椒粉 就是paprika 它是摆在架上的面朝窗 朝窗的那一面呢颜色比较淡 因为它有接触阳光嘛 然后另外一面没有接触阳光的比较深哦 还是深红色的也就是说 面朝光的那一面它是会变色的 那我今天吃的天然自然很多C 发现我那罐很多C没有盖好 朝掉了 朝掉很多C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深 没朝掉的颜色就比较浅哦 因为天然自然的很多C是天然的维他命C 它不是合成的哦 这样说来天然食物磨成粉状后 依它保存的情况 天然的颜色可能会出现变化 这个其实是保存的问题哦 但是一般消费者很习惯品质颜色一致的 极度加工品哦 比如说你看你拆了一包那种加工食品 永远都是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味道然后一样的这个形状哦 所以呢反而会觉得这样会变色的天然食物就不是好的品质哦 就像有些人觉得食品不会酸不会坏才是好的 而不知道不会酸不会坏的食品 是加了超多防腐剂哦 这就让业者觉得加不会变色的合成色素 和苏丹红净辣椒粉很饱色啊 我记得有一次去看代工厂啊 我们想找一个好的厂为我们炖煮骨头汤 那家超大代工厂不止自己是餐厅沙茶酱龙头老大啊 你知道我在讲谁 而且是台湾超多知名餐厅代工厂啊 我们参观的时候有看到他们的研发厨房 那个厨房里没有食品天然的香味 而是充满了化学的味道 我记得那个工厂的业务 在听到我们不想有任何添加物进我们的骨头汤的时候 他在会议室里面就趾高气昂的教育我 为什么?味精其实不是坏东西 最后他笑着跟我说 你以为餐厅真的有时间慢慢给你炖汤啊 现在哪个汤是从头炖起的 油粉不用真的蛮傻的 我记得我又出现了那个气氛 从脚底伸到胸口的那个感觉 因为天天自然就是他们嘴里的沙子 我们的骨头汤里什么都没有外加 纯净到连盐都不用加 什么时候开始就因为食品厂够大 就以为他们懂食物了 就开始以为他们可以定义什么是好食物了 以他们所抱持的观念 他们最多只能做出来看起来可以吃的食品 不表示那个食物真的有营养 或甚至可以吃哦 如果我们认为科技和技术比什么都高级 朴实的食物一点都不酷 他要被操弄过后才酷 所以我们觉得动物要瘦 那当然会有人加瘦肉精咯 所以我们觉得食物味道再一致一点 那当然会有人加胃精咯 所以我们觉得食物要再更好看一点 那当然有人要加苏丹红咯 就像人要去医美那样 要是他原本的样子 我们就都已经可以接受 就不需要医美了不是吗 如果我们崇拜的不是食物原本的风貌 那食物只会一直被科学和技术乱搞 搞到我们都一起生病 如果你吃到了苏丹红 就记得要把自己的肝胆大便 肝肾小便这两条排毒管道给弄通 他已经进去了 那就是要让他顺利排出来 吃对油 多喝水 少震荡血糖 减压早睡都有帮助 当时我看到苏丹红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赶紧吞了一粒支援排毒管道 能够让自己进化的保健品了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问题在影片底下留言 也欢迎大家点击左边的链接 到我的个人品牌天天自然 可以找到从原料到熬煮过程 都被我们严格要求的超浓骨头汤 保证不加味精哦 其实除了骨头汤外 什么我们都没有加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嗯 嗯 嗯 有点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